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行政长官喚嫁选举3月举行》 提名期下个月20号开始 比原定时间推迟了5天 提名期第1月 提名期在下个月20号 行政长官喚嫁选举3月举行 提名期下个月20号开始 比原定时间推迟了5天 提名期定在下个月20号开始 至3月5日结束 比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去年年底公布的提名期 推迟了5天先开始 在新选举制度下 行政长官候选人 需要取得188名选委提名 并在选委会5个界别中 每个界别取得至少15人提名 投票日定在3月27日 早上9点至11点在会展举行 将会采用电子牌票 点票就以人手进行 不管有没有竞争都需要进行投票 候选人需要取得至少750票 才可以当选 好 这个选举 2月20号接受提名 去到3月7号的提名期 3月20号便选特首了 我觉得 我之前也有发表过 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我觉得很有趣 今年他们可以去到13000 选举经费的上限 即是换价说 如果你提名后 3月7号之前便是折郵 接着3月7号到3月20号便可以去竞选 你就去换价去拉票 你就去做很多的选举工程 即是过几周里面 你花了3000多万 哇 真是换价说 这么短时间 要花1000多万 怎样去花呀 这样的情况 今年的这个选举 当然就是延迟了 一个提名期 大家都问 为什么提名期会延迟了 什么情况 为什么会这样的 换价说 很简单 这一个大陆 习近平 很多事情烦 还没有时间去选 哪个拍板 让他出来 就是现在的情况 公布得在2月20号提名 我相信 看很多的中方 文匯 01 大公 他的说法 或者一些亲共的 KOL的说法 我相信 跟他们的子女行间 这样去了解 应该 直到现在 大陆里面 就决定了 可能有人选 究竟是一个人选 还是两个人选 还是怎样 就是无从技巧 因为我不是习近平 我不能在这方面里面 做任何的预计 也没有办法预计到 我不能是老习 这一局的游戏 都是看他老人家 他自己喜欢哪个 或者想到哪个 就决定他做 对香港人 无权参与 无法参与 也不能参与 OK 好了 现在有3100人 在这个check room里面 非常之好 多谢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多些帮忙 介绍多些朋友听到的节目 我们大家一定设定个target 好不? 在2月内至3月内 我们冲破4000人 做在线人数 好不? 一起努力 将这个节目做好它 那好了 那 刚才说了一个 最有趣的两点 我想跟大家说一说 今届的选举 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的表格 参选人要申报 是不是有这个BNO 或者是拥有这个台湾居留权 配有的国籍 是否拥有外国居留权 等等 好了 大家会立刻想到上腦的 就是 林兆波先生 还是林兆波博士 林兆波博士是持有英国护照的 林兆波两个儿子 也是持有英国护照的 那是否他这样的说法 加这一件事 如果说真的 很简单的逻辑 如果你有做私家审查 以前没有的 不需要你这一件事 外国的配偶 或者你叫你来日利亚 叫你艾塞俄比亚 又或者叫你来非律宾 你这个印度 who cares 是吧 即是不care的 如果你的配偶 是有这个外国的国籍的时候 你要consider 是不是就是 换个人讲 你釋出一个讯息 任何的参选人的配偶 都是不能可以 握外国的 Passport 我很简单 因为是逻辑辨证的东西 你根本不是需要 Consider的时候 你是不能需要 了解它究竟是什么 火星 土星 冥王星 全家产 台湾 不需要的 I don't care 不需要你 但是你要摆到 给人知道 那么他就要Consider 要不会是减分的东西 就是换句话说 说你可以买保险 如果他是 要你买危疾的 他不需要你的血压高 就是他一定要你的血压高 有没有胆固醇 有没有施过手术 有没有通过波仔 要批击的嘛 然后他决定 不能受你保 他现在要你公布 就是说要你Consider 这些你的太太 你的子女 配偶 是不是不能是 有这一样东西 你自屌你老美 下席可以参选呢? 如果是呢 林郑就下席了 那么你要逼林兆波 你怎么放弃英国国籍的 对不对? 如果你这样的情况之后 你只是逼林兆波和他离婚而已 是不是? 脱离夫妇关系啦 或者你叫林兆波 转入中国籍 你以为他是不准他 是吧? 那就是 阿蕙蕙蕙就说了 波波真的没有命啊 吊了777 当然是很惨啦 吊了他777 衰几小啊 下次轮回就吊你了什么 就是吊狗 下次轮回就吊雷仔 然后再来就是吊蟑螂 吊你了什么 他真是很可憐,吊過七七七,壞七世 真是可憐,波仔 我分析是否很可憐 換句話說,林鄭要繼續去再參選 連任,她老公的割席 要take into consideration 剛才的推演就是有外國割席就不能想 又或者是否要老公放棄外國割席 OK,那這樣的情況之下,波仔就是不忍耐 第一,波仔情願,吊你老母,剩下人生的餘生 無伴忠老,自俗一生 吊你老母,孤苦伶仃,無人關照 吊你老母,吳家產,每個聖誕節,Lonely Christmas 過年的時候,吊你老母,喜喜揚揚 單聲道,只是聽到鄭少秋仗,聽不到汪明全唱 自己就暗咎咎 就算了 情願,吊你老母,在英倫反過去找陶傑 吊你老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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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你老母 還在香港躺這一趟的雲水 不要那麼瘋,老欺都即走 換句話說,這很奇怪,大家要重討 接下來兩件事 這就是劉邵佳 當然,佳叔亦曉你老母,這些 吞雄三番街炒蛋旗的人 他說甚麼呢 他說 今次選舉提名期的延誤 因應中央政府需要更多時間考慮下任的特首人選 当然之前可能是想不想通 现在决定可以报名 换句话说,潜台词告诉大家 他心目中已经有人选了 当然,延迟了提名 根本就是延迟了 你后面只有这么短的时间 其实只不过是做场show 换句话说,我刚才解释给大家 1300万的选举经费 3月7日打后延迟要做够 3月20日要选举 就好像拍一场戏,做场show 那你的导演,你剪得紧绷一点 不要这么多文长 多些火爆气 多些的吵你老母的剖衣 性爱动作片 多些的吵你老母的 sound effect 多些的变变蹦蹦蹦 不要拖太久了 散场就减少 个人的文气表达 这些对白就尽量要crispy 是吧 节奏要明快 去去一声去 怎样解释? 其实根本你的长与短 多与小 对整件事没有够影响 因为现在他终于决定拍板 是哪个人做的 都是做一场戏 大家两个星期内 咳咳咳咳 咳咳咳 没落雨收齐 咳咳咳大挪打鼓 咳咳大摇大摆 咳咳做场大称 逢一夜 爆了 咳咳咳咳咳咳 咳咳咳咳咳咳 Chazar verb 这样的情况 中央宿而终 Celebr It 以免影响当选人的外国者威望 有助建立更高的管治威信 亦有可圈可点 功夫 培到了梁振英事件 人类在干事 搞得了唐糖沒有人能做 潑黑水 找黑材料 人格抹殺他 搞得了唐糖的肚子 又說他簽見 又說他分內情 又說他什麼 又說他親 你越拉越長 中共就很了解你那些 華人的性格 肯肯定就吵你的老尾 在裏面講很多黑材料 你那些人都有黑材料 越拉得長 你那些人就吵你的老尾 之後就不停這樣說 原來 下一個被人踢爆了 原來這個閃國林 不肯是練命春的 原來去學大勝劈掛的 閃國林是老千來的 專門騙別人錢的 越爆越多 閃國林 陳家媛 性侵過他的 受害人說他MeToo 我講的不肯是真的 他這樣爆這些黑材料出來 不肯是 就算到最後 只得過閃國林 在他競選期間 全的黑材料都出來了 但也是他做的 但問題是 他第一天和平仁 整個過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有中國人民共和國 特別選清初 即是說那些宣誓詞 黑人的 吵你有沒有吹屎眼 那樣的情況之下 喂 大家都笑啦 這樣的垃圾 在這兒吵你老母 做香港的未來的特首玩 拿裝拿五年 大想我 又笑 又妙 又跟著國際 又吵你老母大做文章 這條的混蛋 搞狗的 吵你老母搞蟑螂的 吵你老母 全家產西裝骨骨 他真是搞人家的屎乎的 吵你老母是基佬來的 吵你老母 雙性亂 混蛋 喂 大家是不是笑 這句話我就很難明顯 很難清楚他們的解讀方法 我作為一個國際權威的人類學家 我完全了解過他們 吵你老母 這句佳叔背後的意思是怎樣 而新兼選委的立法會議員 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 他說不要緊 提名只是延遲幾天 選委早已知道 提名期的大概時間 延期對他們的決定 提名什麼人的影響 就是吵你老母不大 又流了口風 即是說 吵你老母 我們要了解他是誰人 自然有人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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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電話給他 選誰 OK 懂得做 OK 即是跟老婆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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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 看完 我指出幾個點 第一 中央 可能是遲了 現在 深水清 知了誰 定了 即是他心裡 知了誰 奇怪的地方 就是 除了閃國林 沒有人 出來選 我覺得 中央 即是 老閘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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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一個年 過了一個年 就告訴你那些人 那些人 即是二十號前 大家應該知道 哪些人 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 那些人 關鍵是 究竟選一個 吵你老母 他一個都可以說要選 一個 看他有沒有七八五十票以上 即是 如果只有一個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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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有七八票 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 你千多多人 吵你老母 有八八票 那就搞定了 是不是才吃碗麵 吵你老母 其他個都要投票 十名制 吵你老母 不是不是十名制 即是不需要讓人知道你是哪一個 但個個都一定要投票 那千多人 就一定要強制你去投票 OK 但是問題是 你一定要有足夠七百五十票給他 是兩個的 吵你老母 第一轉可能就已經分出勝負 或者第一轉都分不出勝負 再多轉 但是關鍵 我相信現在這樣的情況 一定不會人多 一個起兩個子 這一個情況 好了 也都 777 即是這一條條例 資格審查 要你的husband 是吧 波仔 有沒有外國國籍 大家都知道他英國籍 即是叫波仔 你現在很快點DK 你不想要這個英國籍呢 如果波仔 要你為勢所迫 要你可能受酷刑 要你兩邊左右高院 陰極陽極 電勾他 要逼他放棄英國國籍 成全777 如果他真的放棄了 那麼777就真的有機會了 OK 如果他一天都還沒放棄 那麼777就吵得了 OK 大家拭目以待 我的分析就會是這樣的情況 OK 也不關我的事 因為告一票 是老閘的 老閘想哪個 就哪個做 為什麼要縮短提名期 或者搞得這麼短 吵你吵吵一聲 當然就知道 你們這些吵吵 會挖別人的臭屎 好了 那你說 喂老我 他有臭屎之人一定會挖出來 你便出個傻象 到時他做了特首 你幾斤多屎 吵他吵外星人 吵你吵洞 吵你吵沙 吵你老婆 吵鋼 吵鋼 吵鋼鐵板 關人家的事 不如他做了 損了出來 吵 who the fuck cares 吵陳埃樂定 就是這樣 你晚上去跳舞 吵你十二點幾一點 落到他都沒有女兒 扔女兒給你 兩點半下班 打仗 戴不戴出街 你自己決定 總是只有這女兒 就是這樣 給錢埋單 麻煩 就是這樣 這個情況 是嗎 OK 各位MIHK的觀眾 注意 由2022年1月1日起 鱷魚談只會上傳到 MIHK.TV的網站 以及Patreon 子宮會員收看 每月並會上傳 不少於十條的影片 如果各位想繼續支持鱷魚談 可以去下列MIHK.TV的網站付費 以及到Patreon註冊會員 查詢電話 3955-8673 Whatsapp 9810-8874